- 胸口刺激是我18歲 懸命身上屬於11次 爸爸幫我刺 - 等一下 等一下 - Remember - Why you start - 欸 然後 Boxing Girl - Boxing Girl - Yeah 我覺得這段話對我來說還蠻有感觸的 所以我請爸爸釋在這個欣賞 就是時時刻刻 這次提醒自己魔王屋中的意思 2021年10月20號 全運會拳擊金牌戰 東京奧運奪童的女拳王黃曉雯 賽前一切就緒 正準備大展權威之時 下一秒 比賽開始 比賽開始 比賽才剛開始 只不到30秒 對手就立刻拋出白毛巾棄拳 也讓東京奧運拳擊銅牌女拳王黃曉雯 不戰而勝 順利奪金 這一次也是 試頂賽前 以賽代訓的一個模擬 對 然後 不然選手就是沒有檔 所以少了一場可以技術交流的機會 對 覺得滿可惜的 每場比賽不管是舒適贏 對選手而言都是珍貴的實戰訓練 從東京回國隔離完之後 黃曉雯跟我們約在母校蘭州國中 除了接受訪問 還可以順便與學弟妹切磋交流 綁上拳擊繃帶 戴上拳擊手套準備訓練 身高177公分 只有51公斤 四肢心細的黃曉雯 打起拳來 確實選拳到肉 判若兩人 即使已經取得奧運銅牌 黃曉雯仍不放棄 每一次練習對打的機會 在東京奧運拳擊女子51公斤級 奪下台灣史上第一面拳擊獎牌 成為新一代台灣女拳王 回想起那一刻 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看著會騎上升 雖然不是琴牌 奧運的獎牌 然後自己戴在身上的時候 還會一直 是真的嗎 是真的耶 這樣真的很不成功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預想過自己 會打到奧運 然後甚至是拿牌 奧運真的就是 每個運動員的最高點檔 那份感動真的又不一樣 十年抹一劍 黃曉雯花了十年的時間 才走到奧運殿堂 或許黃曉雯打的量級 通常是54或57公斤級 但這次為了參加東京奧運 並取得較大的勝算 她必須將體重降到51公斤 為此真的吃足了苦頭 我下午訓練完後 我一定要再進去烤箱 烤一個小時以上 沒有烤我就是晚餐 我不太敢吃 我那時候啦 我就會覺得我現在吃太多 我明天就要再多冬一點 所以我那個想法就會 讓我今天吃少一點 我明天就可以冬這樣就好 或者是可能烤箱可以烤 少十分鐘也好 像你這種好辛苦喔 從小不愛念書的她 國中時選擇體育班 原本打算進籃球隊 卻因錯陽差進了全職隊 教練請她練練看 竟然就一路練到了 奧運的擂台上 小文的選手特質 就是她的這個自律性夠了 然後再來就是她最好的特質 我覺得她是屬於比賽型的選手 我教過很多拳擊選手 她在訓練上是這個感覺 但是她在比賽上可能打不出 她那種比賽型的感覺 那小文剛好在比賽的時候 訓練的這個東西 不但可以用到場上 而且甚至她可以發揮 更強的一個效應 遇到國際型的選手 她的表現會更突出 她的這個特質是 很多運動員沒有的 黃小文從13歲就開始接受 劉宗泰教練的指導 教練對她而言 就像是第二個爸爸 也一路陪著她喜怒哀樂 高中第一年上去的時候 就是全國賽 那時候我以一分之差落敗 然後其實那時候就是跌很深 就是就覺得一路國中都是冠軍 然後一上去高中 為什麼第一場比賽就輸了這樣 真的是跌到谷底的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好像自己不太適合 然後不管後面的訓練 然後或是比賽 就在幫我報名 我都逃避 然後甚至是想說我就 高二就不打了 可能想要去做一些別的事情這樣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 也是我們的動態教練 他就是跟我說 有一個2013年 有一個國手選拔 然後他就說你一定要出來參加 在那一次的選拔賽有選上過 所以就重新又有了一個目標 就是他拉我還滿多吃的 拉我好幾把 連跟他相處就會比較像朋友 在拳擊場上的小文 打出的每一拳氣勢非凡 但當我們跟小文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卻發現他有著完全不同於拳擊場上 反插萌的少女心 除了手上的指甲彩繪 以及手臂上滿滿的卡通刺青外 他還有更可愛的另外一面 小文帶著我們走進 蘭州國中旁的狹小巷弄中 其中一戶就是小文的家 一走進小文的房間 映入眼簾全是滿滿的少女系風格 為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房間 就是那個我弟弟的獎牌 都掛在這裡 然後就這樣子 這是這一次的銅牌 純爆哥 還有美人魚 對 然後其實迪士尼的東西 其實都是滿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就是美人魚跟茉莉公主 漂亮 太美了吧 美人魚就是最美的 平常都在外訓練備賽 難得才能回家一趟 一見到小文的爸爸跟叔叔 家庭日常就像是場 另類的粉絲見面會 一 二 三 一個 幫親友索取親筆簽名照 是小文從奧運返台後 最熱門的活動 身為超級頭號粉絲的爸爸 更是將小文出現在報紙上的報道 仔細互被收藏 好 來 這個是這邊也有 那邊有跟那邊有嗎 跟那邊有 那邊有一樣 像這個 這個被我伺貝起來的 這個都是一個紀念 你現在沒有收起來 那你改天要去找就麻煩了 爸爸在訪談中也感性的說 每次看到小文在比賽中被打 每看一次心裡就會揪一下 女兒不管拿什麼牌 在她心中都是第一名 兩人的好感情 也在我們拍攝互動過程中 一覽無遺 Remember why you star Remember why you star Why you star 然後Foxin girl Foxin girl Yeah 胸口上的刺青是小文十八歲時 爸爸親自吃在她心上的生日禮物 也是黃曉雯征戰世界的 最佳護身符 我就是時時刻刻用這句話 聽你自己 你現在雖然有這個成就 可是你當你下一場比賽開始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全新的自己 就是你不要覺得自己就是 奧運同盤或者是試影賽金牌 這種驕傲的那種感覺 就是要忘記這些成績 你這一場比賽就是從頭來 你就是從一個新手開始打 就一關一關打上去 東京奧運讓黃曉雯一息爆紅 卻也讓家事一一曝光 爸爸曾一息讀入獄三次 母親也不在身邊 從小就靠著阿公開計程車 將他養大 直到接觸拳擊後 才讓他找到生活的重心 有了值得奮鬥的人生目標 但他也直言 當過往家事被媒體翻出時 內心的掙扎與不適 爸爸的事情不是那麼的風光 那然後我又是單親 然後又是也一手帶大 所以其實有時候很常 大家會問到我的家人的時候 我就會滿不想回答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現在 爸爸也改變很多 所以我就不會在那個採訪上 再多說什麼他的過去 對因為我覺得他的改變 就是只有我們家人知道 對 那畢竟他也是我的爸爸 對 然後誰小時候不會犯錯 像我小時候也會犯錯 他也是這樣包容我 看著我這樣長大 雖然他可能少了很多 陪伴我的時光 可是我就是覺得 往後也那麼長 我們可以慢慢再創造一些 我們的回憶就好了 對黃曉雯而言 這一切的辛苦與挫折 就像是拳擊注定會挨揍一樣 都是生命畢竟的過程 無論眼前的遭遇是情是語 順其自然的看待即可 未來他會繼續全力以赴 創造出屬於自己 全新的精彩人生